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天马流星搭配这个宠物小金龙 那这两个组合的话我之前是没做过 因为之前确实没有打出特别好的素材 那这一把的话其实和小金龙也没有太大关系 主要是这一把我就赢得有点莫名其妙 那开始的话咱们启动加速是拿到第一的位置 看一下这里的话只吃了一个香蕉皮 香蕉皮扔掉之后我直接就怂了 直接复位把领跑给让出来 本场比赛的话三个哈尔奇 所以说的话等一下这里的话咱们可以刷一下云 然后被鸟压了没关系再刷一下 你看我这里良心就非常好 咱们电文字不要打同一个人 打同一个人太可怜了 打前面的人 那说明陈老师我这个人品是真的非常不错的 臭妖脸 那这里差一点掉进去了 好看一下 那这的话前面哈斯奇他们自己互相伤害是不是 那我又拿到领跑的位置 看一下这里的话咱们能吃到一个白饼 我放出去想复位穿过这个白饼 但没穿过这里的话 其实我那个受到火焰导弹的攻击 是吧 他这个小金龙被火焰导弹 太硬导弹和电磁导弹攻击的时候 55%的概率能反击这个电文字 但这里是没有反击电文字 然后咱们复位调整一下车位 反击电文字之后 如果你搭配的是天马流星的话 他又可以拿到黄金弹体 所以说这个车和这个宠物是有一个不错的技能联动 但实战过程当中收益感就不是特别高 那这里的话咱们弹器往前冲 放出普通导弹 看一下 那这场比赛的话 我的目标 其实当时的目标 我就是跑到终点就可以了 因为哈斯奇有点多 这里的话 咱们直接是被冰冻门子给冰了 那目前处在倒数第二 看一下 哈斯奇比在各道的情况下 哈斯奇比较多的时候 咱们其实落后稍微多一点 其实也还行 因为他这个哈斯奇会互相伤害 这个冰冻导弹真的控制人的时间蛮久的 这里的话咱们开始再刷 再刷一下 再刷一下 好 又刷刷了三 拿了三个电纹子 放出去非常爽 这个电纹子 其实咱们天马流星这个车 它的攻击还是非常猛的 因为它电纹子是比较 这里的话咱们再刷几个电纹子 再刷一个 再刷 不错 可以了 非常爽 看一下 有的时候它如果你电纹子刷的多运气 好的话 你比这个真的比吃吃连弹 这个还有猛 这个还有多 一场攻击下来 这里的话咱们又电纹子放出去 然后复位再吃一个弹琪 那比赛来到最后一圈 我感觉这个哈斯奇呢 相对来说 没怎么针对我 可能也是我运气比较好 但这里刚说完 来冰冻导弹来定住 去 看一下咱们目前处在倒数第二 那前面的人感觉领先有点多 这里的话放出闪电 又是冰冻导弹 那这里开始 我觉得就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咱们目标跑到终点吧 是吧 看一下这里的话 又是吃到一个飞碟 然后又被香蕉拼动了一下 飞碟干扰第一名 但我这里乐和确实是比较多 但是呢 前面的人 他们自己哈斯奇也会打起来 咱们这里放出普通导弹 放出弹气 那这个位置的话 咱们吃到磁铁也是非常的合理 好 这里的话咱们 等于卡了 被前面打 咱们磁铁往前吸 有个金盾 金盾留到最后冲刺了 那这波运气 这里也非常 后面人吸我了 对吧 给了我黄金弹气 黄金弹气往前冲 金盾守住 这个电文字 我还按慢了 反应慢了 但是呢 最后还是第一 全场第一架MVP 这个赢得莫名其妙 赢得莫名其妙 这一把运气非常好 主要是最后他吸我 那天马流星 这个车 他被后面的人 磁铁吸的时候 随机拿到金盾 或者黄金弹气 最后我就要 黄金那个电文 再放慢了 那这一把呢 其实虽然说 拿到第一弹 但是和这个小金盾 没什么气息的联动 也不是很刺激 下一个视频 才会更加刺激 我们分开发 好 拜拜